大家好,我是小韩,欢迎来到民航时宜 蘑菇,很多人都喜欢吃 吃起来口感鲜香滑嫩又多汁 那么,很多人在家炒出来的蘑菇 为什么没有饭店里面炒的好吃呢? 原来,炒蘑菇也是需要小技巧的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炒蘑菇的小方法 牢记不要直接下锅炒 保证您炒出来的蘑菇鲜香入味,滑嫩多汁 好吃,又下饭 吃着,一点菌腥味都没有 而且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有技巧,没难度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蘑菇 这种蘑菇又叫口蘑 想要做出来的蘑菇好吃 挑选蘑菇也是最为关键的 必须要选择这种优质的蘑菇 用肉眼看有没有被水浸泡过 而且摸起来表面比较粗糙,干燥 闻着味道比较纯正 没有其他腐烂的异味 这样的蘑菇才是优质的蘑菇 还有就是在挑选蘑菇的时候 尽量挑选小一点的 这样的蘑菇才比较鲜嫩 然后根据家里面的人数 准备适量的蘑菇 给它放入大碗中 加入清水 加一勺盐 晃动使盐溶剪开 用盐水把蘑菇浸泡三分钟左右 这样一会儿来清洗的时候 就会比较容易清洗 趁这个时间 准备两个青椒条 把它切成小圆圈 装入盘中 几个小米椒切成小圆圈 不能吃辣的 可以化成红椒 切好和青椒圈放在一起 接着准备一个生姜 切成片 几头大蒜切成片 全部切好 装入盘中 然后准备一块牛肉 把它切成薄片 在炒蘑菇的时候 加一点肉类 这样吃起来会更香 更有营养 这里呢 可以加猪瘦肉 乳花肉等等 切好装入盘中 往里面加少许的盐 入点底味 一勺胡椒粉 半勺生抽 加一大勺提前浸泡好的葱姜汁水 抓拌均匀 多抓拌一会儿 使肉片入味 吸足水分 然后加一勺淀粉 继续抓拌均匀 加淀粉 加淀粉 能使炒出来的牛肉 更加的滑嫩 还可以锁住水分 最后加一勺油 继续抓拌均匀 加油 能使牛肉在炒制的过程中 不易粘锅 放在一边腌制着备用 然后调个料汁 加一勺蚝油 一勺生抽 一勺香油 一勺盐 半勺味精 半勺淀粉 再加少许的清水 把料汁稀释化开 先把料汁调好 可以减少蘑菇在锅里面炒制的时间 这样会使炒出来的蘑菇更好吃 接下来来清洗蘑菇 一朵一朵的给它好好地搓洗 把蘑菇上面的脏东西搓洗干净 经过用盐水浸泡 清洗起来呢 就会比较容易 上面的脏东西 很容易的就被清洗干净了 放入另外一盆清水中 把蘑菇多淘洗几遍 看看这个时候的蘑菇 就已经清洗得非常干净了 每一个都白白胖胖的 然后给它捞出来放菜板上 把它切成片 尽量切厚一点 这样蘑菇吃起来 肉质肥厚 口感会更好 蘑菇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用真菌 平时适量吃对身体非常好 切好装入盘中 跟着锅中加入清水 把它烧开 水开后 把蘑菇倒进去 焯水两分钟 再加炒蘑菇 很多人都是直接下锅炒 认为焯水的话 蘑菇就会失去蘑菇本身的鲜味了 其实 蘑菇本身自带一种菌腥味 焯水可以去除这种味道 而且还可以去除蘑菇上面的有害物质 使炒出来的蘑菇吃起来 会更加的健康 还可以减少炒制的时间 两分钟的时间捞出来 放入凉水中 故意下凉水 这样可以保持蘑菇脆嫩的口感 吃着更鲜美 再捞出来 放入漏盘中自然沥干水分 这里的蘑菇 万万不可以用手去挤干里面的水分 这样炒出来的蘑菇 烂糟糟的 一点食欲都没有 自然沥干表面的水分 使蘑菇中保持一定的水分 这样炒出来呢 会更加的鲜嫩好吃哦 接下来锅烧热 加适量的油 油热之后 把牛肉倒进去 用筷子快速地翻炒 把牛肉炒散开 炒至牛肉变色 像这样就可以了 先盛出来 装入盘中 跟着锅中留底油 把姜蒜片倒进去 翻炒出香味 再把辣椒倒进去 翻炒至断生 朋友们 视频都看到这了 请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 帮忙转发一下吧 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非常的感谢 然后把蘑菇倒进去 牛肉倒进去 翻炒均匀 最后把料汁倒进去 翻炒一分钟 使所有的食材入味 哇 好香呀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了 盛出来 装入盘中 美味既成 一盘简单又好吃的 家常蘑菇炒牛肉 就做好了 色香味既全的 吃起来鲜嫩可口 香辣开胃又减肠 吃着比饭店里面的还要好吃 平时吃饭总是没有胃口 您可以这样来上一盘 特别的下饭 蘑菇吃着很是滑嫩 牛肉吃起来不腥不柴 营养呢 非常的全面 好了 今天的家常菜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做的家常菜 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收藏起来 给我点个关注吧 我是小韩 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 对我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